立志是方向的选择 方向选择了以后 沿着我们选择的路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这里边就有一个 如何和自己相处 如何和他人相处 如何和世界相处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何和自己相处 孔子曾经说过的 两个概念 一个是自诵 一个是无诵 自诵其实就是 自己在内心里边 自己给自己打官司 当我们对于是非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的时候 最后社会才有可能无诵 自己内在的纠结 也就迎刃而解 当我们能够安放自己的心灵 那么我们和自己相处的问题 其实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就要和周围的相处 和他人相处 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上 每个人的角色可能都是复合的 我和其他人相处 其实就在于我们认知自己是谁 当我们认知自己是谁的时候 那么我们处理任何一种关系 其实你都得知道是关系的双方 既然是关系的双方 这里边就有一个推以及人的问题 那么儒家所思考的核心就到了 儒家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 就在于 己所不欲无事于人 推以及人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可能遇到其他的问题 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犯了错误 那我们就勇于改过 当别人做得不好的呢 做得不好 其实我们不能做相愿 不能做得好好 可能是以直抱怨 以德报德 以直抱怨 但是以直抱怨 最终其实还是为了那个德 它的意义不言而喻 最后一个 我们如何和世界相处 我们每一个人都立于天地之间 那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大邪的人 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帝斯坤君子以后者载物 我们做事 那么我们效法天道 刚见有为 所以孔子曾经向卢埃公 谈到一个问题 卢埃公向孔子请教 他说君子何贵乎天道 一个君子为什么重视天道 那孔子说 他贵其不宜 天道不宜 以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宜 效法天道 刚见有为 做事没有做不成的 那么做人呢 做人我们要效法地道 是吧 效大力一样 博大宽厚 做人的问题 做事的问题 做好了 我们就立于天地之间 我们下期待